第四十题 乘三十九题 甲乙丙三电池输出的功率比为何 电池输出的功率就是所谓的总提供 总提供会等于总消耗 那我们可以算总提供 那我们要公式叫做P要等于IV 那我们可以假设我们的电池的电压V 每个灯泡的电阻啊 想办法找出我们的总电流I 然后去算出来他的输出的功率比 也可以等于总消耗 总消耗算法刚才讲过 我们可以假设每个灯泡电阻R 然后于是我就会有所谓的求出总电阻 然后呢我们的三个的电压 有个所谓的总电压 那么有总电压跟总电阻去求外面的总消耗 那也可以得到我们的答案 或者我们就利用第三十九题的答案 他们的电流比12比1比2 那我们的公式呢就用P 等于I平方乘以R 那我们可以把R就设为R 或者简单的方法我们就设为E 每个灯泡的电阻都设为E 那么所以对于假而言 那么我们的P等于I平方乘以R 那么我们的比例呢电流比是2 平方电阻是1 所以出来就是4 那么对于乙来讲呢 我们也是P等于I平方乘以R 对于那个B灯泡而言 我们的电流呢是1 然后平方电阻也是一个 那么就会是1 可是呢我们有两个灯泡 所以呢我们的提供的消耗的功率呢 就要乘2变成是2 那么对于丙来讲呢 我们的C也是P等于I平方乘以R 那么我们的电流是2 要平方乘以电阻也是一个 所以2得是4 但是我们也是有两个灯泡 所以我们两个总共的消耗 要4乘以2要变成8 所以呢我们假比乙比丙 三个电池的总提供的功率呢 也就是外面的电灯泡的总消耗呢 就是4比2比8 也就是2比1比4 因此第40题问我们说 甲乙比三电池输出的功率比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 2比1比4